张安伟是过着什么样惊心动魄的日子 他是不断的被人 被这个绑票组织呢 不断的变换地点 不还好 最后是平安获救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带您来看看呢 当然这一次张安伟能够顺利的平安获释 他的大哥 他的哥哥张大公先生 可以说是功不可莫愿 他也是沉着应战 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各位辛苦你们谢谢 这次这次援救张安伟的行动呢 直接给我协助的和指导的单位 刑事警察局外交部 和菲律宾马尼拉的外馆 各位工作同仁非常辛苦 在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下 不分日夜的 给我最大的帮助 这部分 刚刚局长都讲得很清楚了 这边我要感谢我的友人 Mr.静游 他就是我们家族的好朋友 他居间协调 完成了这次救援的任务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细节 因为要那些真正在那边帮助到我的人 我也不便让他们曝光 那我就介绍静游 谢谢 然后我讲一下 就是说有些过程 马来西亚是很早就掌握情资 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们外管就外交部州区秘书 跟刑事警察局的李坤达警官 都给了我全程的帮助 那沙巴州的警察总监呢 也在第一时间告诉我 他们掌握了张安伟的一些情资 这个后来证实都是没有错的 那刚刚局长也讲到 我妹妹有三张照片 在前一阵子传过来 那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政治人物 他们也努力的居间协调 就拍到那三张照片 那今天我跟我妹妹证实 她并不知道被拍 她在那边没有受到虐待 他们因为那地方本来就很穷 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给她吃了 还是吃得很差 那那些绑匪呢要的是钱 他并不是要人命 这个就是我知道的部分 那至于说这一次救援的行动 我相信我是比较清楚的人 当然我也没有掌握全部的状况 很多状况是我也不想知道 我也没办法公开的 马来西亚警方提供了 就是我妹妹存活的情资 那那个和本次救援行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菲律宾的AKG就反绑架总队 他们有一位谈判专家给了我一些谈判的技巧的指导 那我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 那我要讲究这些了 谢谢各位 张威可以跟你请讲一下吗 就是张威是不是在很晚的时间 并没有听时间知道许丽明的生意 实际上你时间知道她的情绪有影响 是这样子 绑匪她也不想影响她的情绪 我跟绑匪在通电话的时候 也跟她沟通过 不要让我妹妹知道许丽明死亡的这个事实 那当然我们也不想影响她的情绪 一直到Mr.金游去的时候 我手写了一张告诉她 那我妹妹很冷静 我就跟她讲 你在那边伤心完 回来不要影响我妈妈 好 大概是这个情形 那我妹妹也 也很 也就是说她处理得很好 那今天我也请 就是许家的人去看我妹妹 她现在医院里面检查身体 我也请许家的人去看她 因为大家都是亲人 那就是说也应该 就是说也 参加安慰她的这个行程 好不好 他目前初步的健康状况在这 应该没问题 那总是我们要 多顾虑一点 还是做完全部的检查再说 专业生 我们刚刚有提到 是说整个营救过程 那这个营救过程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付了赎金 还是是由这个 菲律宾的AKG这边 来进行这个提救 AKG有给我指导 营救跟他们 没有关系 所以最后你妹妹是 好 在这一次的营救 包妹的行动当中 你所看到是张安慰的 哥哥张大功呢 他也是居中斡旋 不过他也同时感谢 由许许多多的谈判专家 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帮忙 那么最后呢 才能够让他的妹妹平安获释 我们稍后回来再关心 这个绑架事件的更多细节 就会开玩笑的 谢谢大家